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自华为的赵波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分享 想分享的议题是flink如何在k8s上报告的更好 首先呢我们先来过一下summary 我们先会根据flink onk8s当前的一些背景和暴露出来一些问题进行展开 然后简要阐述一下flink社区在对flink onk8s提供的现有的解决方案 紧接着我们会将flink现有的解决方案进行优化 向社区推进我们的新的优化的方案 最后呢我们会简要查出一下我们的方案解决了客户以及应用场景的哪些问题 最后呢对于flink onk8s整体的技术引进作为一个简要的展望 首先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flink onk8s的一些背景信息 在云场景下越来越多的客户将他们的集群从托管在mesos以及亚下进行迁移到kubernetes下 并且呢kubernetes是有一个完整的一个生态 扩展的功能也相当多 并作为一个S层的新秀 对我们的应用程序也提供了网络存储调估相关的一些能力 然后越来越多的厂商将它原来现有的一些集群从亚和mesos这样的一个资源管理平台上 潜移到kbs上并且更多的配合组件集群 比如说circle啊HPC AI等大数据业务也越来越来越慢慢的向云上的kbs基金来进行承载 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大环境呢造就了我们不得不考虑就是kubernetes作为整体的后续的一个大的S层的一个基础 在弗林格里面我们也是相对应要考虑的 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呢我们其实带来的一个比较大的或者比较具体的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旧的原料的机群迁移到kbs上的问题 它是否能够平滑迁移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用户使用习惯是否进行保留 因为我们本身是使用yam和mesos这样的一个机群管理的平台 那么在潜移kbs上我们是否需要对原来yam或者mesos这样的一个用户的使用习惯来进行保留呢 第三点就是我们本身flink社区里面的flink native kbs的解决方案 它其实目前来讲是使用kbs默认的一个调度能力 这样讲就是本身kbs它其实能够接入很多高级的一些功能 但是呢native的这个解决方案它其实是只利用了kbs默认的这样的一个调度能力 所以在这里讲仅限于此它是没有最大限度利用kbs能力 后去呢我们也希望flink native kbs能够在这一方面获得更多的优化 再来更多的功能呃最后一点呢其实就是我们本身呃向kbs迁移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成本 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我们首先来详述了详述一下 呃flink社区里面的flink native kbs的呃解决方案呃 呃左边呢其实是flink kbs当前的一些架框呃 呃在flink呃任务在提交过程当中本身flink是需要运行在kbs集群上的 那么它在呃我们以application mode来进行举例呃对应于呃每一个flink作业 我们需要在kbs集群上起一个flink master的deployment 这个deployment呢其实是只是为呃job manager呃job master或者叫job manager来进行启动的 这对应呢会启动job manager的对应的pod以及deployment 启动完成后呢呃呃job manager会根据现现有的我们提交的flink job的这样的一个资源使用情况来去kbsresource manager source manager来请求flink的task manager 这会对应的随机会启动flink task manager的pod呃呃这在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体的过程它是呃呃虽然说是连续的 但是目前来讲就是我们对于kbs在考虑这一部分资源的时候它是一部分一部分分片的 那么我们就可能会造成这样的一个问题举个例子就是我们如果在 比如说是比如说是一个非常繁忙的这样的一个flink kbs集群上呃这个时候剩余的flink kbs呃机群上的资源仅够flink一个作业来进行正常的运行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提交了多个flink呃呃的作业到这个kbskbs集群上 这个时候呢我们互相互相不感知的他们都会启动各自的呃呃呃呃 job manager呃呃以及启动各自的deployment 拉起对应的job manager的pod 但是当真正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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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是Flink的所有剩余的我们新提交的这些作业呢 全部都在资源Honning 全部在思索 这样呢我们在比较繁忙的一个作业 Flink作业提交的这样的K8S属性当中呢 会导致它的资源利用率不高 然后呢还有另外的两个问题 就是本身可能资源利用率不高的情况下 在Flink提交频繁的这样一个集团当中呢 我们需要更多的K8S node来支撑我们的业务政策进行 所以这个整体的业务规模会因为部署的结构来被限制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刚才已经提到的 就是Flink Native K8S目前的当前的功能 使用到的K8S的功能比较基础 不支持高级的一些扩展功能 对于目前的一些现状呢 当前Flink社区提供的Flink of K8S解决方案呢 其实是Flink K8S Operator 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整体的方案其实是由 Cubernetes Flink的CRD的这样的一个资源 资源模型加上Flink Native K8S方案 共同组成了这样的一个 Flink Q8S Operator这样的方案 整体的那个刚才我们讲的那个Flink Operator这样的一个 解决方案呢 其实强一是依赖于Flink Native K8S 当前的这个解决方案的 现在我们就来讲一讲Flink Native K8S当前的一些问题 从右边我们可以看到两段代码可以看到 左边这段代码是取自 Flink Native K8S方案的 Job Manager Factory 右边是Task Manager Factory 因为整体的操作 K8S资源呢 这些模块基本上都是我们在Flink项目当中 叫Step Decorators 我们可以看到Flink Native K8S这个解决方案呢 它的所有的Step Decorators 全部是Hard Coding在代码里面 所以它目前来讲是不支持扩展 而且资源的维护机制 也是在代码里面写死的 所以它的灵活性不够高 我们可以想象在后续的这样的一个资源拓展的情况下 我们是需要这样的一个灵活性的 当然我们主要讲解的就是Flink和K8S调度相关的一些问题 我们先可以按照整体的一个规划 可以把Flink在调度 K8S在调度的过程当中 它的某一个时间点 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其实K8S在整体的调度过程当中 它调度的主要目的就是 我们本身最基础的资源 就是K8S的POD以及K8S的Node之间 它们资源相互匹配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对应来就是我们的Flink的Job Manager 还有Task Manager的POD和K8S的Node 相匹配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以及就是我们Node上面资源的相用的一些管理 比如说我们Node上的CPU Memory如何分配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然后左下角的这样一张图 就是我们在POD的调度过程当中 我们经历的某一些事件 或者叫时间点 就是我们在POD POD在真正调度当中 其实POD在K8S当中 它其实是相当于POD Schedule的 这样的一个对练 来进行每一个POD来进行调度的 在调度过程当中 我们会经历以下多个部署 或者Pre-Filter 然后进行资源的称重 打分等等一系列操作 那么我们在调度的过程当中 是需要考虑到 结合业务来进行考虑 在哪些时机来进行POD调度 是对于我们整体业务的一个性能 以及整体业务在资源使用率上的 这样的一个平衡关系 所以呢 整体的这样的一个POD的调度的这个时机 也是相当重要 我们介绍了K8S调度楼梯当中 我们可能需要关注的某些点 我们可以看看业界以及开源社区 比如CNCF为我们介绍的一些方案 第一个就是Volcano Unicore Queen CubeBatch 这些基于K8S做的自定义调度器呢 它们其实都是对于 不光是P处理或者流处理 都带来了一些很重要的一些特性 我们介绍完CNCF 为我们提供了K8S 自定义调度器相关的一些功能 然后我们回到我们 如何针对于利用现有的一些资源 或者是技术环境 来提高Flink Native K8S 现在的解决方案呢 我们回顾一下之前的一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Flink Native K8S 不能应用更多K8S相关的一些能力 以及高级的一些功能 然后另外一个拓展出来的一个 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如何能够兼顾社区已有的 Flink on K8S这样的一个能力和解决方案 兼顾本身的Flink Native K8S方案 以及Flink Operator的能力 为他们共同来提供一个更好的优化呢 然后右边就是我们想的一些思路 因为本身 Operator是基于Flink Native K8S的方案 来在K8S上做的一些Flink的CRD 所以我们选择直接增强Flink Native K8S的这个方案 变相的也能被Flink K8S Operator来进行使用 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 然后第二点呢就是 我们如何接入这些U-CNCF 为我们提供这些K8S的自定义调度器 到详细设计之前 我们需要对整体的U-CNCF提供的这些自定义调度器 做一个整体的那个抽象 我们主要针对于考察的几个自定义调度器呢 包括U-CNCF、VOKANO、KUVAC、KREEN 我们主要做了一个抽出他们比较公共的一些部分 第一个就是我们需要对他们 每某一个自定义调度器来进行积分 所以我们需要把他们的SchedulerName抽取出来 然后第二点就是Scheduler生效的一个时机 因为本身Flink Native K8S需要支持在 既然Geral Manager和Task Manager的任何时间的资源增删改查 所以我们由于刚才我们讲了 就是我们在一个POD在K8SScheduler过程当中 它某一些时机它生成的对应的一个功能 在贴近于业务场景的时候 它可能实现的功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需要在各个时间点 来对我们的一些扩展资源来进行管理 然后第三点就是Scheduler需要在POD 需要的一些POD的一些字段 比如说Unicorn需要POD的Label 需要PODLabel's Annotations的字段 Volcano需要Annotations CoopersBatch需要Annotations Cream需要Annotations 相关的一些信息 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些公共的一些信息抽取出来 然后将这些信息传给我们的Flink Flink K8S的解决方案 然后让它在对应的K8S上进行部署和实能 来讲我们要在Flink Native K8S 在这些方案上面提供提交的第一个特性 就是提交相关的第一部分 就是我们需要让Job Manager和Task Manager 都能够指定Scheduler Name 然后并且呢 多提供了一些 多提供了一个Config Option 这个Scheduler Name 其实是退化的一个功能 就是相当于 如果我们不指定找Manager和Task Manager Task Manager的Scheduler Name 它会默认使用Scheduler Name 就是Cubernetes的Scheduler Name 然后它具体的一个生效的位置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右边 这个K8S的XML Department的XML 它其实生效在 对应于Job Manager 它其实生效在 Job Manager Pod的Scheduler Name 对应于Task Manager 其实也是生效在 它Pod的Scheduler Name 这些字段就是填入成 我们后续引入的Customer Scheduler 然后就是针对于 不同的Scheduler 自定调度器 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个 另外一个Option 就是以Kubernetes Scheduler 然后Scheduler Name .config 是一个HashMap的 这样的一个方式 把所有自定调度器 所需要的这样的一个字段 传入到Flink Kubernetes 这个例子就是我们以Valkanology 例子我们会推入 MiniMender Member MiniCPU MiniMemory Property Class 以这些Key value 传入到这个HashMap 然后整体是能到Valkanel 这样的一个自定调度器当中 然后由用户传入的这些配置参数 来创建它对应的扩展资源 然后对整体的Flink的机群 以及作业来进行控制 刚才我们也讲了就是针对于POD的调度时机的问题 因为本身现在目前来讲 从左边这张图看 左边蓝色虚线控起来 这个是我们现有的Flink Native KBS 这样的解决方案 它其实是在Job Manager创建之后 才会紧跟着创建一些附属的KBS这样的一个资源 然后但是这些其实不满足 我们刚才在看到KBS在调度POD的整体的流程过程当中 整体的时机的覆盖 这个相当于只覆盖了我们在调度之后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所以我们需要在Flink作业提交前 Flink作业提交时在Job Manager Department的创建之前 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来创建我们的一些KBS的CRD相关的一些资源 所以我们对Cubernetes Step Decorator这个接口做了一个扩展 这个红色部分就是我们扩展的内容 其实它的名字我们只是加了一个Pray 其实想表达的意思就是在我们在Job Manager Department的创建之前 我们需要创建KBS的CRD的一些resource 来控制Flink的作业以及它的POD的执行 我们对于自定义调度器的这些所需要支持的这些CRD资源 是需要适配于Fabri 8的这样的一个生态 因为本身Flink Native KBS这个解决方案 其实是使用了KBS的Fabri 8的这样的一个Java Client 所以我们也需要将这些资金调度器所对应的这些CRD资源 接入或者推入到Fabri 8这样的一个Client里面 以Wakino来举例 Wakino已经在5.1版本 5.112.2已经推入到Fabri 8这样的一个Client 然后呢 我们右边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的POD Group这样的一个资源呢 其实跟Fabri 8来操作普通资源 其实方式是一模一样 所以这也是符合了我们Fabri 8的正常生态 另外呢 我们也可以通过Default KBS的Client来使用Wakino的这样的一个Client 然后利用Wakino的Client来调用Wakino相关的一些资源 我们就讲到了Fling Native KBS 是如何支持这多种多样的自定调度器的 所以我们的思路是 把Hard Coating的Decorators变更为Plugin的机制 最终会对Fling的资源共同生效 这个Fling的资源指的就是Task Manager和它的Dob Manager 所以呢 整体的Decorator 未来我们畅想的这个Fling的Native KBS的Decorator 主要是包含本身的一些Internal 就是比如说它现在已经Hard Coating的Decorators 加上我们扩展的Plugin机制 加入的这些自定调度器所带入的这些Decorators 然后所有的Decorators会作为一个整体 来共同对Fling的Gial Manager和Task Manager的POD来进行生效 Fling Native KBS的这个解决方案的流程图会变成如下这个样子 我们以Volcano接入Fling Native KBS来举个例子 最从这嘴边开始看 因为Fling的用户在提交一个Fling的作业的时候 我们会向会请求到KBS Master 然后这个时候Volcano的Scheduler 这个自定音调度器呢 它其实是与KBS Master和KBS的默认调度器是运行在一起的 这个时候呢 它会为对应的Job Manager创建它自己的POD Group的CID资源 然后Fling Client在接收到这个POD Group的资源的时候 再将POD Group应用到Job Manager的Deployment上 然后这个时候Job Manager的Deployment 以及它对应的Job Manager的POD 都会有POD Group的这个属性 然后呢 在整体的流程当中呢 比如说运行到Job Manager 根据现用的Job提交的一些情况 向KBS Resource Manager来请求资源的时候 这个KBS Resource Manager 就会判断多余的一些字段 比如说我们是不是有POD Group存在 会向Volcano判断POD Group是否存在 然后如果存在的话 会将这些POD Group应用在 我们即将要创建的Fling Task Manager POD这样的一个资源上 然后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流程图 其实我们主要看到只是发生在 我们创建Job Manager Deployment 以及创建Fling Task Manager之前 会有这样的一个POD Group 关联的这样的一个操作 我们会对 我们这样上想呢 因为本身自定义调度器 所需要的CRD的资源 其实是自定义调度器引入的 所以呢 我们针对于每一个自定义调度器 都会引入一个Step Decorator 在这个Stack Decorator里面 它会自己管理和操作自己 所要创建的资源 比如说创建 增加 删除 以及最终 最终后续的资源回收等等 相关的一些东西 再以Valkino来的参考设限 来进行举例 在ValkinoDog这个当中 我们涉及POD的压缅的修改的一些字段 比如说从左边来看 我们会将Job Manager 包括它的Deployment以及它的POD 都会关联到POD Group 这样的一个字段 在MetaData里面加上 然后对应的于Task Manager 会在它的Lotation里面 加上POD Group 这样的一个字段 所以呢 整体的字段 的增加和删除 都是由Valkino 对应的Step Decorator 来进行引入的 对应于其他的字段 调动器也是一样的 然后整体的这个POD Group的 这个CRD资源呢 其实是由Valkino 在Step Decorator 在对要操作的Job Manager 或者是Task Manager的POD 来进行修饰的过程当中 就已经自己维护好了 我们讲一讲就是 在我们的方案推入以后 整体的对于用户面的一个使用方式 是什么样子 因为我们发现 目前来讲 用户使用架包的方式比较多 而且我们不可能将架包打得非常大 所以我们会针对于 对于每一个Plugin 会封装成一个小的架包 然后用户在每次提交 Flink Drop之前 会将对应的架包 考到对应的 将对应的 我需要使用的 这个自定调动器的架包 考到对应的目录下 这个时候它就会自动的使用 自定调动器的功能 然后这个时候用户提交一个 Flink的Job 它就会经过默认的 Internal Decorator 然后加上我们Plugin 扩展的Decorator 最终在Job Manager Deployment POD Task Manager POD上进行生效 然后整体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右边这张图 已经表示的比较明显了 就是Plugin在Decorator Decorator在操作的时候 它其实是会创建 或者是管理自己的一些CRD的资源 然后这些CRD资源 是由在K8S集群当中的 自定调动器来进行控制的 最终也会生效在 Flink相对应的资源上 所以在整体的图章中 我们是使用了Plugin的机制 这个Plugin机制 是我们可以同时使能 多个自定调动器 共同生效在我们Flink的 资源 我们向社区推入的 我们的一些方案 以及优化 这就会带来我们的Flink Native K8S方案 会继承大多数 由CNCF或者是 其他开源社区 为K8S引入的一些高级特性 比如第一个适用场景 就是我们的可定制化的一些调度 基于作业的调度 对于需要同时调度一组任务的 多任务应用程序是非常有用的 这对于我们大多数的机器学习 AI 大数据 HPC 党数据处理工作负载的 这样的一个场景是非常常见的一个要求 然后我们从最开始介绍的一个场景 就是我们在资源非常紧缺的这样的一个 Flink K8S结讯当中 我们如果在最终只剩下 可供一个Flink Job运行的 剩余资源的这个情况下 我们如果提交多个Flink Job的情况下 会发生资源思索 这个时候我们会考虑到 我们会引入多种是基于一个整体Job 这样的一个资源模型的一个情况下 比如说我们考虑到 我们将Job Manager和Task Manager作为一个整体 或者说我们把它化为化成一个整体的Group 来进行整体的考虑 如果我们后续 如果我们整个集训当中剩余的资源 不能够启动这样整体的一个Job的时候 我们是会对这个整体的Job是 当它缩取资源的时候 我们是会是不进行调度的 这样就会避免了之前所发生的这样的一个资源思索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按需来进行 或者这样来说就是根据业务的模型来进行定制化的那样调度 然后在这个场景下呢 以Vorkino举个例子就是Vorkino会以Pod Group将Job Manager和Task Manager来进行 来进行规整 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 然后基于Job力度来进行资源的划分和调度 这个对于我们Vorkino的流批处理是均受益的 使用场景就是我们的动态的资源共享 比如说包括我们的Vorkino和Unicon 它们其实都保留了一定的原有的YAR用户的一些使用习惯 它自定理的调度器是与YAR有相同的一些功能 比如都定量都有类似的软约束和硬约束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然后能够对我们资源的使用率来进行划分 比如说我们有多个Quin 我们肯定有多个Quin 对应于YAR里面肯定有多个Quin 它每个Quin需要占用的整个Node上的所有的资源的百分比 这个可能叫做软元素 然后HUD元素其实就是我们具体能够占用多少CPU 多少内存等等一系列信息 然后更也是对应于YAR一样 就是比较简单的这样的一个KPS集团上Node的资源的一个划分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资源共享 因为本身我们可以这样想 就是一个Quin 它可能包含是对应于一个部门 然后整体有四个部门 但是这些Quin之间可能有不同的运件 在这些硬件 在这些硬件我们是在对应于不同的场景下 或者业务场景下 我们需要于Quin之间是需要能够有资源共享的 这也符合了接入云场景的一个大的整体需求 并且是支持租户级别租户力度的这样的一个资源共享 实用场景就是弹性任务的Fair Share 在高负载的机群当中 我们不同的Job在弹性伸缩的 弹性伸缩的时候会按照任务和资源的进行匹配 来共享剩余的资源 然后来满足多个弹性作业同时运行的时候 到SLA及时响应 以及包括到QoS 比较好的一个实用场景就是它的优先级任务 比如说我们在对资源划分 资源划分以及业务划分的情况下 就是我们在提交的任务过程当中 我们需要是有先后顺序的进行执行 以及资源的划分 所以这个是在对大规模场景下 是可以按照任务的优先级进行一些资源的划分 然后按照优先级的 优先级高的我们整体的资源划分就倾向于它 然后整体的利用率会比较高 然后介绍完了我们整体的一个 给用户带来的一个需求和场景 场景的一个提升 我们对于K8S Native Flink和K8S Native的解决方案 其实是有更多的一些期望 因为本身我们的计划是在这次方案推进的过程当中 只推进以Vokano为样板来接入到Flink社区的 所以我们也期待更多的K8S 自定义调度器来接入Flink 让Flink Native K8S这个解决方案 能够拥有更多K8S高级的一些调度特性 然后也能面向更加流行的一些基础设施的一些生态 丰富Flink在K8S上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功能性能等等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通过本身的一个应用场景 来提升Flink自身在流P处理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我们在Flink K8S上调度过程当中 我们是否能够做到更细力度的资源调度 然后或者是说我们针对于不同的流场景 是不是有一些调度的一些定制化的一些优化 来提高Flink和K8S的整体这样的一个灵活性 最终这个整体的方案是在FLIP250这个ID下面 大家可以参考这个Wiki来进行更加详细的这个信息的获取 也希望大家多提提宝贵硬件